2-4 0-4 拍个弹中另外 还可以吗 不得了 开始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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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 观众朋友 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超级新人王 七十公斤级金腰带的决赛 红方选手 来自天津阿福国籍的欧阳峰 蓝方选手 来自一龙奥与国籍俱乐部的宋少秋 两分之二分赞了 然后我的这一边 正好也是这个宋少秋的这个 后援团啊 对 非常的强大 后面的大概有个十几个人 这位宋少秋加油 这场比赛真的一开 一开赛就火力十足 对 对 对 这宋少秋也是带着这种 复仇的心理来的 是 啊 上来就是说之前可能还要会试探 但是今天这场无需试探 对 你上去要真刀真枪的来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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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孙少秋一直想压制对方 大致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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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人虽然说 这么互相击打的来往 但是感觉还是稍微差一些啊 对 嗯 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那种 击打的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对 就心里的状态有了 可是技术施展出来的那个状态 还没有达到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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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方式在给对方持续的压力 做就想用这种方式再给对方持续的压力 跳西没有 不给距离 击负 对方有一手护摆拳 三轮腿控制一下距离 挤到拳脚 哎哟 挤 挤 挤住 倒 梓喝 ille 说 邱 bauen 刚才抓到了一个机会 哦 好 好 还有10秒 这个我们都是屏住呼吸在看这场比赛 是啊 也不想 我都慢慢解说了 也不敢多说 怕影响到观众看这场比赛 是 因为真的就是屏住呼吸在看比赛 所以第一回合 他的感觉差了一些 两个人稍微有那么一些乱 对 但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呢 找到一点感觉 尤其是洋阳峰的这个前提少 对 造成了一点 给这个孙小秋造成了一点这个麻烦 我们看这个局间的休息调整过后 第二回合两位会用什么样的战术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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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清醒 对 不能太乱 尤其送号球这一边啊 这个 破园团的声音太大 我不知道会不会干扰到他 这是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是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果然这个欧阳峰是看到了前扫的这种杀伤力 给对方造成了这个麻烦 哎呦 要提醒 要提醒 哎 对 就是克制对方的扫腿的这个 办法就是我先找 对 我先去找对方 你看 不能去让对方 对 所以这两位到现在为止就是说 得看谁先快 是啊 看谁先出动作 谁先的 抓紧一点 哇 快 噢 噢 噢 来吧 一个数秒 三 四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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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腿怎么了 腿怎么了 按照我们的规则 决赛阶段一回合出现三次赌秒会 终结比赛判对方获胜 这个时候你要 你要去扫腿扫后扫腿 踢后扫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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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着 踢下扫腿 踢下扫腿 走跑 这个是打起来就很麻烦了 这个时候 孙悠秋 而且这个时候 这个心里的状态也很重要 是啊 孙悠秋 对 孙悠秋刚独秒的时候那个嘶吼 我就觉得他心里发生了问题 就不能着急 拿到了第二次读名 我觉得这个比赛很难了 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如果再进行下去的话也会很麻烦 又一下 又是一腿 大家要齐奸丁思组 不行了不行了 看他 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是 咱们给宋老师鼓掌 就是每个运动人都要经历了 就是当您走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你是需要突破瓶颈再去提升的 我觉得失去这条交代固然很遗憾很可惜 但是也是一件好事 发现自己的缺点 对 因为宋老师也还年轻 重新登上那台 让自己变得更强 这才是这场失利的 能够让自己成长的最好的 对 真的 其实这场比赛 我相信所有的人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看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揪心 即使在这一刻 我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结果 我也非常非常的沉重 不管怎么样 我刚开场就说了 我说两位一定能够撑起 未来我们中国自由搏击 70公斤级的一片天 他们做到了 都很棒 我们现在来看最终的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2分32秒 红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杀 赢了